請跟我走進漁花台 傾聽歷史深處的故事 一張陰舊泛黃的白紙 打著暗黃的布丁 寫滿清秀的字記 家庭的 個人的 社會的 四座檢要而深刻的內心獨白 這是齊國慶列史犧牲前的絕筆家書 寫於南京衛戍司令部 看守所中 信中 齊國慶向兄弟妻子表露心計 也表達了自己對社會發展的看法 他這樣告訴兄弟 生死無足借戒 大哥諸弟 均能安慰堂上 在父母方面以為病事可疑 不必欺欺 他這樣寬慰妻子 五期上青春 堂居守截之謬建 疏為人道 有相當配慮時 當以再戰為意 他這樣談論生死 於素暴樂天觀 生也如季 死也如歸 物質不滅 浩然之氣 長存 齊國慶 齊國慶 1903年出生於安徽省太和縣 一個鄉紳進步家庭 1922年 他考入南京河海工程專門學校 1924年9月轉入國立東南大學 物理系 追求進步的他 在校期間接觸了共產主義思想 並在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然而 就在他入黨後不久 便遭遇到蔣介石發動的412反革命政變 南京黨組織被破壞的情況 索性他未暴露 得以在1927年下半年繼續黨的活動 並在1928年初接任國立江蘇大學黨支部書籍 在反動派的眼皮底下 南京的黨組織時刻處在危難邊緣 可是先輩們沒有退縮 齊公慶沒有退縮 1928年5月3日 日本在山東濟南大肆屠殺中國軍民 釀成如山殘案 南京黨組織決定組織聲討抗議行動 5日 南京各大中學生罷課抗議 走上街頭進行愛國宣傳 作為學生黨支部書記 齊國慶是抗議活動的重要骨幹 並在南京坦城 參加南京市委洪五月行動 大綱重劃工作會議 不幸的是 這次會議被敵人燈燒 三名同志當晚就被捕了 隨後 因為其中一人叛變 齊國慶等八名黨員 也在七月被捕入獄 1928年9月27日 大學生未畢業的齊國慶遇難 年紀二十五歲 天不假年 死卻無害 在獄中的齊國姓 一直幽默有關 慷慨復習前 他這樣頭腹滿意 我死後 務必請您展告我家 一 不用關 一切從簡 二 妻子不必為我守截 三 被革命而死慌容 父親不必傷悲 伍玉 瓶 PPS 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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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